12岁的时候,陈坤却给父亲拜年,却被继母无端辱骂 不要脸,自己张口要压岁钱 父亲听到后,直接把陈坤赶出了家门 多年以后,陈坤在娱乐圈闯出了一番名堂 敬已得抱怨,给父亲和继母买了一套房 在陈坤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婚了 小小年纪的他,被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父母都不愿意养他 经过法院的协调,陈坤被判给了母亲 好在继父是个老实憨厚的男人 对陈坤很好,可即便如此,陈坤还是担心害怕 自己会再度被抛弃 他每天都在想法挣钱补贴家用 可家里还是十分拮据 但继父却从未亏待过陈坤 在他12岁的时候,继父生意一日不如一日 一家老小经常吃了这顿没下顿 于是陈坤就去找,家境优越的生父 想要点钱缓解下家里的窘状 可让人意外的是,父亲看到他的那一插门 一脸嫌弃地将他推出门 立声问道,你来干什么 继母也指着他大骂道,滚出去 当我们家前是大风刮来的吗 陈坤在回家的路上,委屈地直掉眼泪 结果还没到家,就被一群大孩子 不由分说地打了一顿 过了半年的时间,陈坤意外遇到了继母家的哥哥 对方不屑地跟他说 我告诉你个秘密,打你的人是我妈让我找的 让你总来我家要钱,活该 从那之后,陈坤变得性格内敛不愿说话 好在陈坤凭自己的努力 在娱乐圈混出了名堂 事业蒸蒸日上,赚到钱后 第一时间,就给母亲和继父买了房子 把他们接到了北京生活 继父却让他一视同仁 对生父也要如此 在继父的劝说下 陈坤与生父和好如初 给父亲和继母 在重庆买了一套房